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史蒂夫纳什在2005年那个场军15分的MEP 这么时隔15-6年又被人不停地拿出来讨论了 这也是让我感觉到自己好像瞬间是年轻的十来岁 仿佛又是回到了零几年的时候 和大鲨鱼球迷们在论坛上敲键盘的欢乐时光 那么今天我就来讲一讲 为什么我说纳什场军15分的MEP是实至名归的 我们先把时间退回至2003至04赛季 我们说这一年太阳队是在马布里和小斯的带领之下 头一个月打得倒也不差 我们说实话是胜负参半的样子 排回在机会在边缘 随后小斯是受了点伤 然后马布里是带队打了一个四胜十二负 是直接俯虫乐透了 这个时候参队的管理则是决定要放弃这个赛季 于是是把马布里还有哈达威士送到了纽约尼克斯队 换来一堆倒戏和总清理出的薪资空间 他们在休赛期的目标是科比布兰特 然后是让后面的比赛中 让这个商与辅助的小斯和其他一些年轻球员 是放开了轮开始练急 最终是以29胜53负西部到手第二这个成绩收官了 这个时候特勒西麦格雷迪是跟魔术队出现了一定的矛盾 然后魔术队也是开始寻求交易麦迪 于是当时参队队的管理则是出现了一个脑洞非常大的计划 他们是要裸牵科比 然后是通过交易得到麦迪 然后还要保留小斯 是组成一个科比麦迪和小斯的三巨头组合 但是我们说这个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 后面胡人是交易了鲨鱼 虚约了科比火箭是抢先交易得到了麦迪 太阳队两个目标都没了 两个目标都没了 于是他们是只能启动这个B计划 因为空间实在太大了嘛 怎么也得划出去 于是这个管理层是跟主舰连德安东尼 还有小斯塔德曼尔 他们是一起来到了纳什的家里面 给纳什递上了一份两倍与小牛队的合同 随后又是签下了昆廷里查德森 就是我们熟悉的大Q 这才算是勉强把这个薪资空间给用掉了 换言之就是说太阳队在签纳什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出太好的成绩 只不过是空间实在太多了 然后这个心仪都是没了 那就只能签个人来顶替一下了 但是谁又没有能够想到 就是在纳什的穿针引线之下 这一套上赛季几乎是垫底的班底 开局是33胜5负 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是把他归功于小斯的人的成长 他随后是纳什受伤 太阳队引以为要的进攻 直接就打不出来了 这年纳什总共是缺席7场比赛 太阳队是两胜五负 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年场均111分的太阳队 在纳什缺席比赛的7场比赛里面 场均是只有103分 直接暴跌7分 跟那些个球队没了自己 还能够赢50分的空位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我们说作为对比 我们就不得不说太阳队另外一名传奇空位 贾森基德了 他在2000年的时候 是因为殷商缺席了15场比赛 但是太阳队在没有基德的比赛里面 不仅是胜多负少 甚至是在季后赛 没有基德就赢了 他付出就被人给淘汰了 纳什对球队进攻的战绩和影响力 就先告一段落 再说很多人看不上的这个场均15分 这里我就要说了 有的后卫打了半天拿15分 是因为他只有拿15分的能力 但纳什这个场均15分 却并不代表他只能拿15分 而是他只需要拿15分 球队就能够赢了 如果说你不信 我有证据 这年常规赛 太阳队打得相当的顺风顺水 所以说像小斯 马里昂 当打桥 理查德森 在纳什的引领之下 都是打出了相当高的得分效率 因此需要纳什去赢高分的常规赛 着实不多 我就说一场和狼网队的比赛 为什么说这场比赛呢 因为这场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 媒体是大肆渲染 联盟第一空位之争 所以纳什也是卯足了进去进攻 全场比赛15投10中 高效赶下30分 在关键时刻 投进一进中投杀死比赛 让文斯卡特的32加9成为了一个空砍 而原本应该成为这场比赛的主角 贾森基德 在这场比赛却显得星光暗淡 成为了一个配角 但要真说证明我所言非虚子 那还得是这年季后赛 这年首轮和次轮前两场比赛 太阳队是阵容完整 所以纳什还是场均15加11的常规数据 转折点是来自第二轮和小球队的第三场比赛 乔云汉逊是被斯塔克豪斯打上了眼睛退场了 太阳队失去了第二直球点和外线第一单打点 纳什这个时候占了出来 在后面的四场比赛中 场均37分7.5个篮板 11次助攻 命中率59.6% 三分球命中率50% 发球命中率94% 在纳什的高分表演之下 太阳队在后面四场打了小球队是一个3比1 然后总比分是4比2 淘汰了小球队 在这个西部决赛面对马次队的比赛中 我们说那一年马次队防守是联盟第一 但纳什依旧是高效场均 以52.2的命中率 砍下23.6分和10.2个助攻 在乔云汉逊缺席的两场比赛里面 纳什更是场均29分14次助攻 再次向人们证明了自己的这个得分能力 作为对比 我们说同样是面对以邓肯鲍文为防守核心这个马次队 这年比鲁普斯是场均20.4分 6.3个助攻 命中率是43% 两年前贾森基德是场均19.7分 7.8个助攻 命中率是36% 我们说有的人证明了让他放开轮 他只会让自己本就不高的进攻效率越来越低 而纳什则证明了让他轮 他不仅能够轮出高分 还能够保证得分效率 我们只能说纳什太过于偏爱传球了 老尼尔森曾经说纳什的传球太多了 他应该多增加出手 科比也曾经表示说 只要纳什愿意 他就能够和我竞争得分王 我们说科比这个话虽然有恭维的成分 却也恰恰说明了纳什 科比对于纳什这个得分能力的认可 是吧 再者我们说纳什这年的场均助攻数据 是极其恐怖的场均11.5次 这个数字用现在的眼眶来看 可能大家都不觉得什么 但是在当时而言 要知道当时联盟已经10年没有能够出现 场均超过11次助攻的人了 而在前两年的助攻王 贾森基德 他分别是以9.2和8.9次助攻 就当选助攻王了 纳什是直接把这项数据提升了20%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纳什无论是个人表现 个人数据 球队战绩 以及对球队的影响力 都是这年当之无愧的常规赛MAP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